美国长臂管辖是美国政府以综合实力和金融霸权为后盾 根据本国法律对他国的实体和个人滥失域外管辖的蛮横司法事件 截至2021财年美国已经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计达到9400多项 长臂管辖已经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叙利亚、朝鲜、古巴、法国、 英国、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 美国历届政府滥用经济胁迫手段将制裁作为解决外交问题的首选 非但没有效果还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 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估计 在伊朗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美国的制裁影响可能导致了多达1.3万人死亡 为了维持经济和科技领先地位 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人为地干扰正常经贸往来 破坏全球产工链稳定 同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背道而驰 近年来美国滥用长臂管辖的门槛不断降低 力度空前扩大 打击对象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侵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 扭曲了正常的国际贸易 也极大的损害了各国企业的利益 美方应当停止非法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切实履行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